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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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若 你怎麼會在這兒 我怎麼會在這兒 這句話應該我問你吧 尹若 你聽我跟你解釋 解釋什麼 你們在大庭廣眾之下擁吻 還需要解釋嗎 白小姐 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這樣 那是哪樣 是說你已經死了 現在是鬼魂嗎 楊瀟 你知道我為了你背負了多少風言風語 大家都在說 你跟我的通房丫鬟私奔到了歸越州 就是為了逃避跟我的婚約 聽到你的死訊 我在家中為你守齡七日 取米未盡 你們一個死一個入獄 全京城的人都在說 我白茵若是個克服之人 克死未婚夫 我克死了月子元 還克死了我的母親 我甚至想要跳河自盡 你們呢 茵若你聽我跟你說啊 之前楊瀟的確是真的死了 我也確實是被抓進了天牢 可是後來楊瀟他又活過來了 我也 事情太複雜了 我一時半會兒跟你說不明白 的確複雜 楊瀟 你我雖是父母之月 你終究是有婚約在身的人 你為了跟月子元在一起 不惜編造假死的謊言 還有你 月子元 虧我一直把你當成我最好的姐妹 聽到流言的時候我還為你辯護 原來這一切都是因為你們在一起 所以設的陰謀 不是這樣的 二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趕緊跟白姑娘解釋清楚呀 大哥這件事情 一時半會兒解釋不清楚 要不咱們等白姑娘冷靜之後 我們再好好地聊一聊 但是我有句話一定要說 白姑娘 子元從來沒有背叛過你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錯了 有什麼責任我願意承擔 夠了 我不想聽 這個手中 是你當初去白家提親的時候給我的信物 我每天都帶在身上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跟你在一起 成為這個天下最幸福的人 事到如今 我 從今天開始 我拜殷若跟你楊曉 月子元 恩斷義絕 以此為證 我殷若 殷若 殷若 白姑娘 殷若 殷若 殷若你等等